我還是不安靜深蹤 我想我們繼續讓台灣的民主走向更成熟 更美好 更包容的一條路 可以講一下今天為什麼要安靜深蹤 謝謝大家 我這個手啊 按在這裡啊 我一直都沒有按下去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 我事實上 天人交戰很厲害 為什麼天人交戰很厲害 因為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心路歷程 這一次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 我一直提出呼籲 一場乾淨陽光的選舉 一直拜託 大家 真正體認到高雄的價值 是包容與愛 可是面臨到選舉的過程 很多抹黑 很多造謠很多謠言 讓我個人跟我的家庭受到很大的傷害 包括最近 立法委員 雙木林的林立委 還在說我是菜蟲 黑道 還在說韓國瑜在控制台灣的菜價 海北地檢署都已經簽結了 還在講 包括電視節目 鄭宏怡先生說我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會不會整個被賣掉 還有人說 我選上高雄市長 會用統促黨的白黨當副市長 還有人說 我選上一個整個高雄會掛五星期 我覺得像這些 造成我心裡面非常大的憤怒 那我們一直說希望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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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愛 怎麼到最後 這場選舉 永遠要走向 那種抹黑的絞肉器 跳不出來 而這不是我要追求的台灣今天的民主的價值 我覺得個人參選高雄市長 四小 台灣民主價值四大 台灣民主為什麼每一次到的選舉 都要發生這些事情 這真的值得我們所有人民好好去思考 所以告跟不告 我的內心很掙扎 既然已經說了包容 為什麼要提出法律告訴你 而且 這個是公訴罪 是我覺得真的不想白場選 再打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這個訴狀請律師來宣布 莊律師 被告鄭弘宜的行為 涉嫌迴還選罷法 意圖使人不當權 另外還有一個被告叫林又成 也是在網路散佈 韓先生 是中共栽培的人 而且涉嫌會選買票 也構成了選罷法 以上兩位被告 所為都是違反的選罷法 意圖使人不當權 但是韓先生跟我最後一刻 還在討論 他還在天人交戰 是否要貫徹 他選舉的包容 一向貫徹到底 還是要訴諸法律 我尊重韓先生的選擇 這幾天一直都在掙扎 如果一旦採取了法律的告訴 我感覺我在追求包容跟愛 這個高雄價值的時候 就已經自己有把它扭去掉了 我不要這樣的一個選舉方式 事實上這一路走來 還有三天就要投票 我們到最後 高雄市或者整個台灣民主政治要怎麼走 我沒有這麼了不起 兩年前我在這裡 我只是一個賣菜的人 只是我希望追求一場乾淨的選舉 希望追求一種大家都能愛護台灣民主 大家都能愛護高雄市 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才提出了包容跟愛 我一旦按鈴聲告之後 我感覺我前後是矛盾 所以我心裡非常增長 我沒有畢業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 我沒有畢業 我不太予以國賜啊 或者回應啊等等 可是畢業生名單 那是很容易可以編造出來 我一點都不在乎這些 我熱愛台灣熱愛中華民國 我已經講過我死在台灣 埋在台灣 我不愛台灣我就愛菲律賓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些 所有的這些類似這樣子 抹黑啊 謠言啊 攻擊啊 惡意的等等 我不去回應 我只是現在 在想 按下去之後 就走向了一個公訴罪 我不願意把一個選舉 再打了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跟所有社會各界報告 我還是不按您身上 我想 我們繼續讓台灣的民主 走向更成熟 更美好 更包容的一條路 那 也呼籲 所有抹黑的這些好朋友們 不要再進行像這樣子的 在選舉的過程 抹黑的動作 讓大家一起來 愛護台灣的民主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還是不要按您聲道 非常感謝大家 好 他真的這樣講嗎 喔喔 你曉得我頭髮都站起來了 哈哈哈 還有那昨天的辯論 那網路上面也心情很多討論 那你自己給自己打幾分 我不能打分數 我不能打分數 我覺得 所有的選民會看一個未來的市長 對市政了解之外 他會了解 給了民進黨執政二三十年 今天的高雄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還有高雄市民 期待不期待改變 如果高雄市民 期待改變的新設 熱切 這場選舉 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我的這樣講是比較客觀的 一切 要呼籲大家 讓高雄市民 好好來決定 下一屆高雄市長是誰 外面的人 請不要再指手畫腳 這一場 回歸到 最基本面 由我們280萬的高雄市民來決定 好不好 韓總您的